再说一个很适合敏感皮妹子使用的一个无印良品他们家的化妆水 这个产品呢也很适合湿敷 也很适合用来当喷雾喷一喷 而且价格非常非常的便宜 就五六十块钱的样子 如果你是学生党你没有那么多预算 但是你的皮肤又没有什么非常大的问题的话呢 你完全可以用这个化妆水来当做你每天的化妆水来使用 还要说一个化妆水是陈野医生家的这个毛孔收减水 我个人很喜欢这款水 尤其是在我每次做完清洁面膜 然后把鼻头上所有的那些黑头啊白头全部清干净的时候 然后用它衣服哇塞整个人就觉得爽呆了 你把那个化妆棉接下来之后呢 你会发现你的毛孔感觉真的是有变小的 而且这个水你非常适合把它放在冰箱里 我个人很推荐这款 所以我也已经回购了一个 说一个手霜是这个大葡萄他们家的这个手霜 这一支呢是有75毫升 是非常大 他们家的正装的手霜 它呢就是完全那种不黏腻不油腻的一个护手乳 而且它的味道非常的好闻 是那种 鼻子不是特别好使 但是是那种就是葡萄跟柚子的味道 我个人很喜欢这一挂的香 所以我非常喜欢 我之后也会去回购 而且它是那种包括指甲也可以帮你很好护理到的一款手霜 这个呢是比较适合夏天来使用的 还有一个护手霜呢是他们家的 我会把名字打在下面因为我不知道是怎么念 就我买的这个味道呢好像是他们家就2017年的一个限定的味道 它挤出来的质地呢是那种透明的乳液的质地 然后看起来有点像那种感觉有点像gel的一个质地吧 但是它的保湿力度非常的够 而且涂完之后呢瞬间就被皮肤给吸收掉了 也不会觉得手上黏黏腻腻的哪里很不舒服的感觉 所以这个呢我之后也会去回购的 空掉了一个Fresh的这个黄糖面膜 然后我之前不是给你们说我要做一个Fresh加面膜全系列的视频吗 所以这个也是其中空掉的空瓶之一 那这个呢我之后会在那个系列的视频里面给你们来update 接下来要表扬自己空掉了两个彩妆的产品 一个呢是这个SK2加的美白CC霜 这个我记得我在第一个还第二个爱用品视频里面就已经说过了 然后我用了一年的时间终于把它用完了 我真的觉得这款CC霜是我用过所有CC霜里面最好用的一款 就是我觉得它完全是清透的 然后是贴合你肌肤的 感觉它有那种瞬间贴合你肌肤色号的一个功能 而它的质地呢非常的稀薄 遮瑕力的也非常的好 就是完全挑不出毛病的一款底妆产品 但是就是它可能持久力没有那么好吧 但是像CC霜这种产品呢本来持久力就没有很好 所以如果你之前妆前用的比较控油一点啊 然后蜜粉上的都是比较控油一点的话呢 我觉得这个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撑过八小时是肯定没有问题的 所以我个人很推荐这款 然后它现在已经升级换新版的了 我还没有去买 那么我会先把手头上的底妆再用一用 然后我一定会去回过它的新款的 第二个呢空掉的正妆彩妆呢就是这个 资深堂他们家的PK107 你们都知道这个是我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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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欢的一个产品 我已经把它用成这个样子了 四个角的里其实还有一点 但是实在是就是扫不到了 就用起来比较费劲 我就把它给扔掉了 然后开了一个新的 我觉得这个是完全打造少女肌少女感 脸部蓬蓬立体感的一个必备力气 如果化妆的话每天都是会用这个的 你们现在也可以看我现在也有 整个感觉皮肤的饱满度都上去了 所以我个人很喜欢这一款 接下来呢空掉了一个这个Bio Oil的身体油 还剩一点点也是因为时间太久了 没有用完 但我个人还是蛮喜欢这个的 因为它在超市里买得到 然后买起来很方便 我记得屈臣室也有 我基本上都是堆在身体乳里面来使用的 然后是冬天的时候呢 我觉得它滋润度非常的好 而且它这个油非常的轻透轻薄 没有什么缺点 这个油真的没有什么缺点 而且据说这个油就是对修护皮肤的那些润身纹啊 或者是那些比较胖的之后皮肤裂开那些纹路呢 都有很好的一个修复的功效 所以呢就是妹子们可以去尝试一下 说一个牙齿的产品是舒适达的这个Chu White 是美白的一个系列 美国的牙科医生推荐的一个品牌 它非常适合就是牙齦比较敏感啊 牙齿有一些问题的妹子来使用 我也是第一次使用 然后我觉得美白效果是有一点 是可以看出来的那种有一点 然后我买的味道呢 是mint是薄荷味道的 我个人还蛮喜欢这个味道的 所以之后呢我也会去回购 而且它价格也很便宜 我记得也是几块钱美金就可以买得到的 在超市里到处都有卖的 就妹子们可以去试一下 这个呢也是我会搭配牙膏来使用的 这个丁蓬五膏 就是牌子没有很特定 这个是康齿林 因为我的牙科医生跟我说 我是有牙周炎的 就是我每次刷牙都会出血 这个对着牙膏一起挤在牙刷上 然后来刷牙呢 就会缓解我牙音出血的一个状况 所以呢如果有牙周炎的妹子们呢 或者牙齿出血的妹子们呢 你们就可以去尝试一下这个 接下来控掉了一个月威的这个眼霜 它其实不算是一个眼霜吧 它这个是AA霜是旧版的了 我是拿它来当眼霜来使用的 因为我觉得它这么小的容量 如果用在其他地方真的太浪费了 然后我就把它用来当做眼霜 因为我眼部也没有什么细纹啊什么的 就是所以我也看不出什么特别好的效果 但我觉得它挺滋润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一定是在一定程度上 帮助我预防细纹产生的一个产品 所以之后呢我也是会去回购的 接下来呢还是一个雅样家的这个面霜 这个呢也在上一个那个护肤的视频里面有讲过了 也是我的一个真耐面霜之一 尤其是在皮肤敏感的季节 所以一定会回购的一个产品 空掉了一个EVLOM的这个急救面膜 这个面膜呢总体来说呢 我就对它的感情一般般 我没有很喜欢它 像这种比较味道比较刺激的这种清洁类面膜呢 我宁愿去买Glam Glow的 就是我觉得这个味道真的太重了 而且它的清洁力呢 我觉得没有Glam Glow那款好 所以我之后应该不会去买这一款了 接下来呢要说一个 让我最近觉得很震惊的一个空瓶 就是也不算是一个空瓶吧 就是一个能够检测水质的一个东西 就是T3的淋浴头替换星 我会放一张对比图片 就是在这个地方 新的和这个已经用过半年多的这个对比 可以给你们看一下这个到底有多脏 就可以看到里面 这里面所有的都变成了黑色 那么如果是干净的话呢 它里面是白色的跟金色的混合的一个颗粒的状态 它这里面真的全部都是过滤出来的杂质 那么T3加淋浴头呢 它这个过滤星主打的呢 就是过滤绿 它们家是有专利的 我比较有感触的一点呢 就是我用了它之后呢 我的头发掉的明显少了 而且洗起来头发明显软了 因为美国的水质真的非常的差 我每次洗完头发 就是蛋白蛋白掉头发布说 头发也会变得非常毛躁 然后加上开叉 所以我就会非常注重一些 就是头发的保养 然后有一次我就看到 我不记得是谁 好像是阿花花这样 有写过一篇关于这个淋浴头的一个案例 然后我想说不行我要买一个 不然我可能会变成秃子 所以我就买了一个之后 我就觉得完全不一样了 就每次现在洗澡都变成了享受 所以我很推荐妹子们去买一个这个 来试一下看看 这个是那个沐浴液的替换妆 我其实是用完了那个瓶子里的 然后把这个替换妆放进去了 所以正好空掉了一个 我就来跟你们说一下 这个呢是他们家的一个泡沫沐浴液 就是它压出来直接就是泡沫状的一个沐浴液 然后我个人觉得就非常适合我这种懒人 不用再去拿起泡网来起泡泡了 然后我觉得洗起来非常的滋润 而且泡沫也很绵密 就总体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用的一个沐浴液 而且它价格完全不贵 我记得它那一瓶是550毫升 大概是60块钱人民币左右 然后替换妆呢好像在40块还是50块人民币左右 接下来说用完了三代全眠时代的绵绕筋 我个人很喜欢这个绵绕筋 就是还有一些囤货觉得很开心 就很庆幸自己还要囤货 我每次都是洗完脸用它 然后自从用了绵绕筋之后呢 我就再也没有用过毛巾去擦脸 我个人觉得就是感觉这样皮肤会更干净一些 所以就是以后如果用完的话呢 我也会想尽办法再孕一些过来 用完了一包这个奥尔滨的化妆棉 也是搭配渗透乳跟健康水使用的 我个人很喜欢的这个化妆棉 我觉得它很厚 而且我觉得它有一点点那种按摩去角质的功效 因为它的棉其实棉续有一点点粗 你就是涂那种去角质的化妆水呢 在脸上这样打圈按摩也是可以的 而且它的价格也没有很贵 我个人还是很喜欢这个化妆棉的 我知道有一些妹子会觉得它掉棉续比较厉害 但我觉得其实还好 所以我也回购了很多个在家里囤货 还空掉了一个这个无印良品的化妆棉 这款化妆棉呢 我记得是就是有亚编的那一款化妆棉 然后白色的是小块的那种化妆棉 记得有三排还是四排 我个人很喜欢这个化妆棉 就是我觉得当我找不到一款很好用的卸妆的化妆棉的时候呢 我就会去买这个无印良品的这个化妆棉 然后呢接下来也是化妆棉的袋子 因为就是有一段时间化妆棉慌 没有化妆棉可以用了 所以我就买了很多回来 也是很想尝试一下不同的卸妆棉的一些功效 因为我基本上化妆棉就是这种都是用来卸妆来用的 所以想试一下 那么这款呢就是这个牌子的 我会把名字打在下面 因为可能这个地方看不太清楚 这个呢是在沃尔玛或者是在Amazon 或者是在那个Costco都可以买得到的化妆棉 讲实用度来说还是很高的 就是网状的你可以用来去角质啊 然后棉状你就可以用来卸妆 但是它的质地真的蛮硬的 所以看情况吧 因为我还有几袋囤货 用完之后呢我会再考虑看看要不要回购 好接下来要说的化妆棉呢是这个 The Body Shop他们家的化妆棉 然后我还特意留了一片想要给你们来看一下 这个化妆棉呢它也是有两面的 一面有压花 这一面是有压花的 然后这一面呢就是普通的 我个人呢也是会觉得有压花的 可以用来就是擦那种去角质的化妆水 然后我没有压花的这一面呢就可以用来卸妆 这个化妆棉呢比较柔软 然后价格也很便宜 可以在就是The Body Shop他们家打球的时候购买 我觉得也是一个便宜大碗好用的一个化妆棉 所以看吧如果之后没有找到好用的化妆棉来卸妆的话呢 就会试一下这一款 接下来呢要说一个喝的东西 就是我觉得非常非常好用的一个茶 因为我个人呢也是非常关注通畅这件事情的 对所以呢我就会买一些这种奇奇怪怪的东西来喝或者来吃 那么我要推荐的呢就是这一款 日本的这个魔女花草茶 嗯我个人很喜欢这一款 这一款呢就是主打帮助你排泄通畅的一款 这款呢就是原味有是梅子的味道 它还有一款呢是焦糖的味道 我个人这两个味道都很喜欢 那么它这一大包里面呢是分为六小袋 然后每小袋里面呢还有小的包装就放到那个杯子里就好了 我通常那一袋呢大概可以泡一升的水 如果就是你比较急着想要通畅的话呢 你就可以泡浓一点 就不要那么多的水大概两三百毫升的样子 那么它通畅的效果非常的快 而且持久力也很好 但是它又不是那种让你觉得非常难过的那种 不是说要拉肚子啊或者排水的那种 就是会让你觉得你身体里卡住的部分 全部都很通畅的排下去了 所以我个人很喜欢这个日本的魔女花草茶 然后我也是大学就开始喝这个的 它的价格呢没有很便宜 但是如果就是想一想可以让身体通畅的话呢 我也是愿意花钱去买的 就它这一袋呢大概是要有两三百块人民币 所以如果你们能够买得到的话呢 你们可以去试一下 因为它好像是日本的一个美容院里的一个牌子 所以很难买 我现在也没有买到补货 但是我之后肯定会去回购的 因为我很喜欢这个茶 接下来呢要说几款我用的最近觉得很好 用的卫生棉 这个牌子呢他们家有两款两个系列 一个是这个系列的 然后还有一个是这个素肌的这个系列 我个人呢更喜欢素肌的这个系列 因为我觉得这个好像更清透 然后贴格度更好 然后用起来更舒服 所以我之后呢如果要回购的话 我会回购这一款 然后这款就不太可能会去回购了 然后你们也知道我是一个美少女战士狂母 所以我也买了他们家这种限定的那种美少女战士包装的卫生棉 这个呢也是这个牌子 然后我个人觉得这款其实就正常吧 就跟之前那两个使用的感没有特别大的差别 只不过包装比较好看而已 所以手头上还有囤过 用完之后再看吧 那么这款呢也是这个牌子的卫生棉 40厘米长度的 因为我个人呢就是喜欢这种比较长比较大的 然后在晚上用会比较安心 因为就怕侧漏啊之类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很好用的 但是呢以上上述这些都没有 接下来说这款那么好用 花王他们家的这个安心裤 就是这款简直就是我觉得 我找到了人生的一个挚爱的感觉 因为女生可能在前几天量会比较大也 那么就很担心侧漏的问题 就算你垫了比较长 那种40或者42那种很长的也会有侧漏的问题 但是如果你用这款安心裤就绝对没有 这种问题绝对不会发生 就是它会把你前后左右包的都非常好 无论你怎么翻滚 就是后空翻 侧翻都不会侧漏的一个卫生棉 它是那种安心裤就 像婴儿指尿裤一样的 然后让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安心的一个存在 我觉得好像推销员啊 就真的很好很好用 所以你们一定要去买 因为知道我从日本自己背了好多包回来 就真的太好用了 好那么这个袋子里面就全部都空掉了 但是呢这还不算玩 我还有一些空评没有讲 是我踩的雷跟一些就是中小样的合集 就是我最近踩雷踩了很严重的一些产品 或者是没有用完的一些产品 首先呢就是我觉得是这个自身糖他们家的这个phenol的发膜 让我感觉是那种假滑的那种发膜 然后用上完全不保湿 就是像那种只是在头发上过一下 然后就下来的发膜的感觉 我就没有用完 所以我想把它扔掉了 因为真的太难用了 Musk's Emelweb家的一个身体防晒 也是还有大半瓶的样子都没有用 我觉得它不好用的一点的一个 是它的这个质地很稀很透 就是感觉好像没有什么附着力在皮肤上一样 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这个瓶口是这样子的 就是你知道它作为一个防晒 你这样子你倒在身上你要倒多久啊 晃虫脑震荡呢 估计也倒不出来那么多放在皮肤上对吗 所以我觉得很雷 还有一个产品呢 我也觉得可能是我买到了假货 就是这个太阳神社的玻尿酸精华 你们可以看到就是还剩这么多 这么多都没有用 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在我脸上完全没有保湿的效果 我之前有用过小的 就大概大学的时候吧 就完全就非常非常保湿 你加在粉底液啊精华里面都非常非常保湿的一个精华液 但是这个呢就完全没有 所以我觉得我可能是买到了假货 还有一个采雷的产品是这个Julie Code的护手霜 我真的不喜欢这个护手霜 它的质地就摸起来是那种沙沙的那种质地 你涂出来像一层那种痘泥的感觉在脸上 但是又很难用 也不保湿 但很快被吸收之后呢 就再也没有任何保湿的感觉了 之后呢你再涂一层上去呢 它就会开始搓泥 就搓到妈不认识那种 所以我之后也不会再回购这款了 然后呢我这个是扔掉的 是扔掉了这个毛穴职人家的这个BB霜 这个是之前买错的一款 然后它的颜色真的色号太深了 我用不了 所以我就把它扔掉了 Kiehl's他们家的这个氨基酸洗发产品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觉得我不可能买到假货 但是就是跟我之前的使用感完全不一样 我之前非常喜欢这套洗护产品 但是这个真的是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是因为环境的变化的原因吧 这个洗完之后呢 不仅没有让我的头皮感觉干爽 反而更干燥 而且起了非常多头皮屑 然后我实在受不了了 我把这个停完之后呢 我头皮屑的状况就好转了 所以我之后呢就也不会再回购这个了 因为我觉得这产品质量是不是不稳定啊 我有一种从天亮讲到天黑的感觉 我大概已经讲了快三个小时了吧 嗯对然后就这是我所有采的产品 那么接下来呢就要跟大家说这一包 就是我这一包是我用完的所有的一些中小样的产品 就是好论的不好论的我都放在里面了 可以给你们一一讲解 因为我不是就这半年也是有回国有旅行嘛 所以就用掉了一些比较多的这种中小样的产品 可以来跟你们好好分析一下 嗯那么这个袋子化妆棉呢也是产品的化妆棉 也是亚边的那一款是比较宽的那种 这里面只有两排 然后那个呢我觉得也很好 也很适合来上化妆水跟卸妆 首先呢是一个这个Christophe Robin家的这个次力发膜 这个在我的产品品视频里面已经讲过了 我个人很喜欢 然后这个是我回国的时候带的吧 然后就觉得很好用 所以就用完了 我手头上还有这种小的这种囤货 这个透明的白白的这个是洗眼液 就是我之前带去日本的那个小林之药的洗眼液 是这种旅行妆的 我个人很喜欢很喜欢这个粉色的 我就比他们家绿色的那款 没有清凉度的要好又很多 就我已经回购了 我从日本又背了一个大瓶的回来 这一支月威他们家的洁面膏 就是这个是买货网送给我的 然后我带去日本旅行的时候用了 我觉得还挺好的 它里面有一点点细小的磨砂颗粒 可以给你的皮肤起到一个比较温柔的 一个去角质的功效 然后洗的也很干净 洗完也不紧绷 我个人还蛮喜欢的 所以看吧 如果之后有机会的话呢 我会去回购这个正妆 放掉了一个这个眼唇卸妆液是蓝扣的 也是斯富兰积分换的 我非常非常喜欢在斯富兰积分换购的时候呢 换消耗品嘛 然后你积分放的那么多又用不完 所以就换购这种呢就很方便 也很划算 它这一支有50ml 然后我手头上还要换购了 大概还有四五个吧 然后用完了一个这个 Filosophy他们家这个Purity的洁面 这个也是斯富兰积分换购的 我觉得这个其实就也那样吧 我之前用过一个正妆 我没有特别喜欢这个洁面 但是换购了你就要来用完了 然后它很适合作为成间洁面 但是就是这个小支妆的 我每次把它戴上飞机 它都会撒出来非常多 所以我个觉得可能是包装的问题吧 所以就正妆的是肯定不会回购了 但如果之后有西风换购的话呢 看情况也许会回购 空掉了一个这个大葡萄他们家的这个应该是冰淇淋保湿精华吧 我个人还蛮喜欢这个精华的 我觉得它保湿绿度很好 而且它使用感也很好 我个人还蛮喜欢的 用完了一套这个太平洋爱莫利他们家的这个小样 保湿精华加上保湿面霜 它这个精华呢洗出来是完全液态的那种精华 然后白白的 然后涂在脸上就保湿力度很好 也很滋润 然后这个面霜呢 我已经用完了 就是真的太好用了 用到见底了 它的包装我非常喜欢 就是很有未来感的感觉 就是很好看 这样还戴一个小镜子 然后它里面的是那种淡蓝色的那种透明的 这有质地的面霜 然后涂在脸上也是保湿效果非常的好 尤其是作为尘尖的那个护肤的话呢 我真的觉得它非常非常适合 空掉了一个这个塞贝格的这个VC粉 是一个老梗了 就不多说了 还有一个大创的眉毛雨衣 也是老梗了 也不多说了 豆客他们家的这个B1精华 我个人很喜欢这个B1精华 它的使用感呢没有特别好 但是我真的觉得它好像在我第二天 起床的时候皮肤变得有一些提亮的效果 因为它是一个主打抗氧化的一个效果 豆客家的产品真的是没有让我失望的 接下来呢空掉了一套戴科的这个旅行妆 我个人很喜欢很喜欢这一套 这个也是我上一次买货网送我的吧 然后我终于用完了 我之前已经用过一套了 然后因为觉得特别好用 所以回购了正装 还要说一个觉得很好用的面霜 是这个 Sunday Rally他们家的这款 不知道你们还能不能看清楚 它里面也是那种淡蓝色的那种 gel之地的面霜 就真的很好用 补水效果也很好 我是斯富兰积分换购的 然后第二个也正在用了 觉得白天来说呢 保湿力度完全足够了 而且使用感真的非常好 味道是那种淡淡的那种甜甜的味道 一个呢是倩碧他们家的这个紫禁卸妆膏 也是斯富兰换购的 我现在觉得斯富兰积分换购 真的是可以换到非常多使用的东西 我个人呢就觉得这个还可以啦 但没有特别喜欢 因为就觉得膏体的那种上脸的感觉吧 没有我觉得很舒服 所以我之后呢应该不会去回购 那么这款这个Banilla Coe 他们家的这个西装膏呢 是名不虚传的好用了 但是我之前有听说过 他们家的这里面成分里面是含有 就是会危害海洋生态的什么离子啊 还是什么东西的所以我肯定不会去回购这个症状 同时空掉的还有他们家的洁面也没有很好用 就直接被我扔在日本了 所以我就不会再去回购这个东西了 还有一个比较大罐呢是SK2他们家最高端系列的这个LXP的面霜 好用真的非常好用 但是真的对于我来说太腻了太油润了 它更适合年纪比较大一点的妹子们去用它 就是太过滋润了 所以这个系列呢我觉得可能以后会买给妈妈去试一下吧 就自己可能不太会去用这个 接下来说一个这个X10的睫毛增长液 这个呢是我之前在新加坡有买到的一个 这个是新加坡美容院的一个牌子 它的美容院就是X10 然后它这个呢是睫毛增长液或者是眉毛增长液的精华 个人觉得非常好用 而且是完全可以看到效果的 这个是我目前为止用过 觉得最好用的睫毛增长液之一 然后在淘宝箱基本上是买不到的 所以看如果你们有新加坡的朋友的话呢 你们可以托它去看一看有没有可以买 用完了一个这个爱丽小屋的眉笔 双头眉笔二号色就是万年老狗 用完了一个这个Believe他们家的深水炸弹精华 我觉得非常好用 就是我觉得斯富兰有一些牌子还是蛮好用的 就是它这个深水炸弹精华的补水效果都非常好 而且是那种很轻透很轻薄的那种补水的效果 还用完了一个这个Morris他们家的牙膏 没有什么特别的 说是牙膏中的爱马仕 没有什么特别的亮眼的点 也没有说美白效果很好或者是怎么样 就是不会去回购症状啦 这个是之前Barnies New York里面那个礼包他送的 所以要我个人去买的话呢 我是不会去买啦太贵了 KMS他们家的这个喷雾 这个喷雾呢就是你喷上去之后 就是你洗完头发 然后把这个喷雾喷在头发上呢 再用吹风机吹呢 它有一个快干的效果 就是会帮助你头发加速变干 然后我用了之后呢觉得效果其实没有很好 很一般也没有像他说明说的那么厉害 空掉了一个自身糖的这个红腰子精华 是给精华做基底液的一个精华 它是可以帮助你后续的精华 能够更加有效的吸收 所以我觉得这个还蛮好用的 现在手头上还有这种小织妆的 看如果之后有机会再去买正妆好 这里还有一个赛贝格的VC粉 刚才没有看到 用完了一个这个LAMARE的精脆水 这个小样 我觉得这个很好用 然后我已经回购正妆了 就它是那种保湿力度很好的那种水 然后拍在脸上是那种有一点粘稠质地的 除了价格不那么可爱以外呢 我觉得它其他的方面都非常的好 还用完了一个LAMARE他们家的洁面的小样 我个人很喜欢这个洁面 就各种使用感用起来都很好 洗完脸也不会拔干 但是就是它如果近到眼睛里会非常的刺痛 所以呢如果之后要用正妆的话 除非打折 如果不打折的话我是不会去买的 还有一个这个3LAB他们家的Super Eye Treatment 就是我之前也很喜欢的他们家的眼霜 我觉得他们家所有的眼霜都是做的 把所有的东西都balance的平衡的刚刚好 有的时候皮肤比较干 会起的一些小干纹都不见了 所以我个人很喜欢这个眼霜 用掉了一个牙刷的替换头 这个呢是日本那个case u的那个负离子牙刷的替换头 因为我其实是有电动牙刷 但是我的时候更喜欢手动刷牙 所以我就会去买牙刷来使用 那我觉得这个其实蛮好用的 而且它这个刷毛是比较细软的那一种 然后刷起来呢也不会觉得刺激牙影什么的 所以我还蛮喜欢 最后三样产品是后他们家 乳液跟精华我还没有用完 所以还在持续使用中 现在空调的就是水眼霜跟面霜 它这个系列呢叫共振响 怎么说呢 我觉得这一套护肤呢是比较改善了 我对寒气护肤的一个看法 因为我总觉得寒气护肤很多真的都是 腰霍的比较好 但是效果根本跟不上 但是这一套呢 我觉得非常适合秋冬来使用 就它的滋润度什么都很好 保湿力度也很好 如果要我去回购症妆的话呢 我可能还是要考虑一下 毕竟就是我记得后他们家的价格并不便宜 好那这个袋子里面也空掉了 那我所有的空瓶呢 这次就全部录完了 我真的说的已经嗓子都哑了 非常感谢妹子们能够等我这么久 来看我的这一支视频 如果你们喜欢这个视频的话呢 请记得给我点一个赞哦 然后如果你们没有订阅我的频道 请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我之后呢也会录更多更好的视频来分享给你们 非常感谢你们的支持 那我们下次再见吧 拜拜 拜拜